有跟你聊過嗎 沒有 雙手揮揮 鴻海董事長劉揚偉 強調事前真的不知道 前長官郭台銘會要獨立選總統 那如果現在郭董找上鴻海充聯署 願意幫忙嗎 從集團的角度來看 我們絕對不會去參與聯署 或是贊成 或是禁止 禁止我們員工參與 那是員工的right 他的權利 這不是集團的事 不是集團可以干預的 劉揚偉強調 員工個人行為管不著 但鴻海集團絕不參加 就連一年一度的鴻海科技日 也沒邀國董 除了我們創辦人 他不參加以外 不參加 我想因為他現在的身分不一樣 他是等於是 算是準備要參選 準備要參選 所以站在這個集團的立場 我們也希望集團是對政治上保持中立 每年的鴻海科技日其實就辦在郭台銘生日 10月18號當天 第一年郭台銘雖然仍在國外 但還是以影片現身 第二第三年更親自到場 今年第四次雖然創辦人郭台銘確定會因為身分關係缺席活動 但鴻海預告當天內容絕對讓大家驚豔 現在智慧的這些方案都會跟這個建AI 脫不了關係 所以你們一定會看到很多跟建AI相關的事情 我們會展出 那會不會有相關的人 那當然也有可能 鴻海將找來AI大咖 鴻海科技日 畢竟現在只要跟創辦人郭台銘沾上邊 不免會染上政治味 企業得再三納捏距離 謝謝觀眾黃鴻宇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